企图为赤愤若七月 晋玄义执许九月 凡三年有其 宪宗昭文章五大圣至神孝皇帝上之下缘和四年吉丑 公元809年秋 七月 仁须 御史中成李仪简谈经兆隐阳平 前为江西观察史 贪污见齿 丁卯 扁平林鹤卫 以简 原义之玄孙也 上命尽及平资产 李将建曰 旧智 非反逆不及其家 尚乃指 平之亲有五感颂者 丽阳为徐慧独至蓝田与别 太常清全得于素与慧善 魏之曰 君颂杨林鹤 成魏后以 无乃为类乎 对 曰 会自不一蒙阳公之讲 今日远辙 岂得不与之别 借如明公他日为禅人所逐 会赶自同路人呼 得于皆探 称之于朝 后数日 李仪简奏为监察御史 会写曰 会平生未尝的望宫颜色 宫和从而取之 以简约 君不负杨林鹤 肯赴国乎 尚密问诸学士约 今欲用王成宗为成德留后 歌其得 第二周更为一阵以离其事 并使成宗输二岁 请官吏 亦如师道 何如 李将等对约 得 必知力成德 为日已久 今一旦歌之 孔成 踪极其将是优移愿望 得以为辞 况其林道情状一同 各律他日分割 或前项构善 万一屡聚 被难处置 愿更三思 所施二税 官吏 愿因调记使至彼 自以其异域成宗 令上表臣岂如师道立 勿令之初 必下意 如此 则信而听命 于理顾顺 若其不听 体意无损 尚又问 金流济 田济安皆有吉 若其误故 岂可济如成德 复受其子 天下何时当平 意者皆言 宜成此济待之 不受则发兵讨之 时不要诗 如何 对曰 群臣见陛下西取暑 东取武 义于反掌 故产于造境之人 争献策划 劝开河北 不为国家深谋远虑 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意 而信其言 臣等宿叶司之 河北之事与二方议 何则 西川 这西皆非反侧之地 其四邻皆国家 避止之臣 刘辟 礼其独生狂谋 其下皆末之语 替 其土以货财旦之 大军一灵 则焕然 李尔 故臣等当时 一劝陛下诸之 以其万全故也 成德则不然 内则交故碎身 外则曼连世广 其将士百姓怀其磊带 续遇之恩 不知君臣逆顺之礼 遇之不从 威之 不服 将为朝廷修 又 临到平居或相猜恨 即闻待义 必合为一心 盖各位子孙之谋 义律他日 即此故也 万一遇到或相表礼 兵连或劫 才尽力劫 细容 北敌成奸亏于 其为忧患可胜道哉 即 戒安与成宗事体不输 若悟故之计 有奸可成 当临世徒之 于今用兵 则恐未可 太平之夜 非朝夕可至 愿陛下神处之 时无少成定慎 将等附上言 少成并避不起 淮西事体与河北不同 四旁接国家周县 不与贼林 五党员相助 朝廷命率 今 正其实 万一不从 可亦征讨 陈院设横继南志之策 就身菜一成之谋 托获横继联兵 世卫如意 蔡周有信 是可兴师 南北之义巨星 财力之用不足 唐氏不得已 虚设成宗 择恩得虚施 威令顿沸 不如早次处分 以收阵计之心 坐待机宜 必获身菜之力 继而成宗 久未得招命 颇具 雷表自诉 八月 人舞 上来浅经照 少隐陪武艺 针定宣位 成宗受赵慎公 约 三军剑破 不暇四招指 请献得 第二周以民恳款 秉申 安南都护张州 奏破环王三万众 九月 贾陈朔 陪武复命 更须 以成宗为成德军节度 横 记 申 赵州观察史 德州赐史 薛昌朝为宝信军节度 德 第二周观察史 昌昌 松之子 王氏之序也 故旧用之 田济安的非报 先知之 始未成宗曰 昌朝阴与朝廷通 故受节曰 成宗拒前数百 其持入德州 执昌朝 至真定 求知 终始宋昌朝 节过魏州 继安阳为燕老 留识者累日 彼至德州 以不及以 上以陪武为期望 又有赠之者曰 吴史环 先速陪祭 家 明诞乃入见 上目慎 一于礼将 御别武于岭南 将曰 五夕县里淮光君中 守节不屈 其容今日 巨为奸回 盖贼多变诈 人未亦尽其情 成宗始聚朝廷诸讨 故请献二周 既蒙恩代 而林道皆不欲 承得开分割之端 既必有音行 兼说又而邪之 使不得守其初心者 非武之罪也 今陛下玄武 使入逆乱之地 使还 亦与不相应 聚窜之狭荒 陈孔自今奉使贼庭者 以武为戒 苟求变身 律为一阿良可之言 莫肯进城 俱臣厉害 如此 非国家之力也 且计 五九处朝廷 安恋士体 岂有史还未见天子 而先速宰相加呼 陈感为陛下 必保其不忍 此代有禅人 玉商武及记者 愿陛下查知 上梁九曰 李获由此 遂不问 秉臣 镇武奏 吐蕃五万 于其至福提拳 新卫 丰周奏 吐蕃万 于其至大石谷 略回湖 入贡 还国者 左神策军力 李玉带 长安妇人 前八千名 满三岁不长 经照 宁许 孟容 收补谢系 历期史长 曰 欺满不足 当死 义君大精 忠未夙于上 上前 忠使宣旨 宋本君 孟容 不知浅 忠使在智 孟容 曰 臣不奉照 当死 然臣为陛下隐经机 非亦至豪强 何以肃清免下 前未必长 欲不可得 上加其刚职而许之 经成阵力 上浅中 时欲王成宗 时浅薛昌朝海震 成宗不奉照 东 十月 鬼位 至薛夺成宗观觉 一座神策中位 吐突成催为左 右神策 河中 河阳 浙西 宣舍等到行营兵马史 昭陶楚智等史 汉林学士白居易上奏 以为 国家征伐 当则成将帅 近岁时以忠使为奸军 自古及今 未有征天下之兵 专令 忠使同龄者也 今神策君记不至行营节度史 吉成垂乃至江也 右冲诸君昭逃楚智史 吉成垂乃都统也 陈孔四方闻之 毕清朝廷 四夷闻之 毕孝中国 陛下人令后代相传云以中官为至将 都统自陛下史乎 陈又孔刘记 冒昭及西朝 从始乃至诸道将校皆耻受成垂指挥 心记不齐 功和游历 此时资成宗之计而错诸江之事也 陛下念成垂勤劳 贵之可也 连其忠誓 负之可也 至于军国权柄 动官理乱 朝廷制度 出自祖宗 陛下宁忍训下之情而自 徽法治 从人之欲而自损盛名 何不思于一时之间而取笑于万代之后乎 实见官 御史论成垂直明太重者相属 上街不听 物子 上御言音殿 度之时礼元素 颜帖时礼拥 经照隐许梦容 御史忠诚礼仪简 建议大夫梦简 己事忠旅原因 慕至 又不缺独孤欲等 吉言其不可 尚不得已 明日 薛成垂四道兵马史 改处置为宣位而已 礼将长吉言宦官交横 侵害正事 缠毁忠贞 上曰 死属安敢为禅 旧始为之 正义不听 将曰 死属大抵不知 仁义 不分枉直 为利事事 得路则欲直 足桥为连梁 服役则毁功 黄为贪报 能用轻巧之志 构成一寺之端 朝夕左右浸润已入之 陛下必有诗而信之以 自古宦官败国者 备在方策 陛下岂得不防其见乎 己害 土突成垂将神策兵发长安 命横周四面翻阵各进兵昭讨 书 吴绍成宠其大将吴绍阳 明以从地 属为君子 出入少成家如至亲 磊谦身周四史 邵成病 不知人 家同先于雄二诈 以少成命召邵阳设父史 知君周事 邵成有子 元庆 邵阳杀之 十一月 己四 邵成轰 邵阳自为流后 世岁 云南王寻阁劝足 子劝龙胜利 田季安文土突成垂将冰桃王成宗 据其图曰 师不跨和二十五年矣 今一代曰为伐赵 赵鲁 为一鲁矣 继为之奈何 其将有超五而言者 曰 愿借其五千 以除君忧 季安大呼曰 撞灾 兵决出 格局折斩 幽州衙江将人坛中为流济始位 知其谋 入位济安曰 如某之谋 誓引天下之兵也 何者 今王施月为伐赵 不使其臣 素将而专赴忠臣 不输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 君知谁为之谋 死乃天子自为之谋 欲将夸服于臣下也 若失为寇照而鲜碎于位 世上之谋反不如下 且能不齿于天下乎 既持且怒 必认志士化长策 仗猛将练精兵 必立在举设和 见前之败 必不越位而伐赵 孝最轻重 必不先赵而后位 世上不上 下不下 当位而来也 季安曰 然则若知何 忠曰 王施入位 居后靠之 于是西甲押境 好曰伐赵 而可因一赵人书曰 魏若伐赵 则何北义 是魏魏迈有 魏若宇赵 则何南忠臣魏魏返军 魏有返军之名 魏不忍受 直视若能因解脾障 以魏异成 魏得持之奏 天子以为福信 死乃使魏北德以奉赵 西德以为臣 于赵有脚尖之号 于魏或不适之力 直视岂能无异于魏乎 赵人托不拒君 是魏霸 既安以 既安曰 善 先生之来 是天眷魏也 遂用忠之谋 与赵因记 得其唐阳 中归幽州 谋玉姬流记讨王成宗 惠记何诸将言曰 天子之我愿赵 今命我伐之 赵义必大悖我 伐与不 伐熟吏 终极对曰 天子中不使我伐赵 赵义不被厌 既弩曰 而何不直言 既与成宗反忽 命系终欲 使人是成德之境 果不违背 后一日 赵果来 令计专户北疆 不使朕附挂忽 而得专心于成宗 既乃解遇赵中曰 信如子断矣 何以知之 中曰 如从史外亲艳 内时计之 外觉赵 内时与之 此为赵化曰 验以赵为赵 虽怨赵 必不残赵 不必违背 亦且是赵不敢抗验 而且使验或疑天子 赵人既不被验 路人则走告 于天子曰 验后怨赵 赵见法而不被验 是验凡与赵也 此所以知天子中不使君伐赵 赵亦不被验也 既曰 今则奈何 终曰 验 赵为怨 天下无不知 今天子伐赵 君作全焰之甲 义人未济一水 此正使路人以燕 卖恩于赵 拜忠于上 两皆授也 是验注忠义之心 阻染思赵之口 不见得于赵人 恶生徒曹曹 于天下尔 为君赎私之 既曰 无知之以 乃下令君中曰 五日必出 后者还以训 原和五年耕吟 公元八一 零年春 正月 刘继自将兵七万人 鸡王成宗 十诸君皆未尽 既独前奋机 拔饶阳 树路 河东 河中 镇五 义五四君为 恒州北道昭讨 会于定州 会望夜 君里已有外君 请霸张灯 张茂昭曰 三镇 官君也 何谓外君 命张灯 不经行人 不避礼门 三夜如平日 义无敢喧哗者 丁卯 河东将王荣拔 王成宗回黄镇 土突成璀 至行营 威令不振 与成宗战 吕拜 左神策大将军 立定进战死 定进 萧江也 军中夺气 洒南隐房事 有不法事 东台监察 玉使原诊奏设之 善令停误 朝廷以为不可 法一计奉 赵环西经 致敷水义 有内侍后至 或以门呼骂而入 以马边击诊 伤面 上赴隐诊 前过 扁江灵是曹 汉灵学是礼将 催群炎诊 无罪 白居易上言 忠使凌辱朝事 忠使不问 而诊先扁 孔自今忠使出 外意抱横 人无敢言者 又 诊为玉使 多所举奏 不必权势 谢吃者众 孔自今无人肯为陛下当官执法 极恶神迁 有大奸华 陛下无从得知 尚不听 尚以和朔方用兵 不能讨无少阳 三月 几位 以少阳为怀西流后 诸君讨亡成宗者久无功 白居易上言 以为 河北本不当用兵 经济出师 承璀未尝苦战 以师大将 与从十两军入贼境 千言进退 不为意在逗留 意识利难之敌 西招 冒招至新市镇 竟不能过 刘继引全军功为乐寿 久不能下 师道 既安缘不可保 查其情状 四项既快 各收一线 遂不进军 陛下观此事事 成功有何所望 以臣于见 虚速罢兵 若又迟疑 其害有四 可为痛惜者二 可为深忧者二 何则 若保有成 即不论用度多少 既得知不可 即不何须费资粮 不而后行 事已非晚 今迟效一日 有一日之费 更言寻月 所费资多 终须罢兵 何如早罢 以府库前薄 百姓之高资助 河北诸侯 转令强大 此臣为陛下痛惜者一也 臣又恐 河北诸将见吴绍阳 以受之命 必以势力轻重 同此请雪成宗 若章表记来 即亦无不许 请而后设 体势可知 转令成宗 交雇同类 如此 则与夺皆由林道 恩信不出朝廷 使孔威权 尽归河北 此 为陛下痛惜者二也 今天时已热 兵器相争 至于饥渴疲劳 即亦暴露 须以救战 人何以堪 纵不牺牲 亦难忍苦 旷神侧屋杂城市之人 历皆不惯如此 忽思生路 或有奔逃 亦人若逃 百人相善 亦君若散 诸君必遥 是乎至此 毁将何疾 死为陛下身忧者一也 陈文回狐 吐蕃皆有细作 中国之士 小大进之 金具天下之兵 为讨成综艺贼 自东即下 都未立功 则兵力之强弱 资费之多少 其以史唏嘘 北鲁依依之之 忽见力生心 成虚入 后 以今日之势力 可能就其首尾灾 兵连祸生 何事不有 万一即死 时官安危 此其为陛下身忧者二也 如从十首剑伐 王成宗之谋 即朝廷兴师 从始逗留不尽 因与成宗通谋 令君是前怀成宗号 又高除塑之嫁 以败度之 访朝廷求平章事 巫奏诸道与贼通 不可进兵 上甚患之 会从始潜崖将王一元入奏事 陪祭仪与语 为言为臣之意 为动其心 一元遂书成 言从始依谋极可取之状 既令一元还本君经营 赴来经诗 遂得其兜之兵马使 乌仲印等款药 既言于上曰 从始狡猾交狠 必将未乱 今闻其与成翠对营 是成翠如婴儿 往来书不设备 诗今不取 后虽兴大兵 未可以岁月平也 尚出恶人 熟思良久 乃许之 从始性贪 成翠圣陈其丸 是其所欲 稍以遗之 从始喜 意向逆侠 假身 成翠语行迎兵马使礼听谋 照从始入迎帛 扶壮士于墓下 突出 秦义仗后赴之 内车中 十亿经诗 左右经乱 成翠斩食于人 欲以照指 从始营中 是族文之 皆甲已出 操兵驱华 乌仲 应当军门赤之曰 天子有诏 从者赏 敢为者斩 士族接连兵 还步武 惠业 车及驱 魏明 已出境 众印 承洽之子 听 圣之子也 丁亥 范西朝 张茂昭大破成宗之 重于木刀沟 上家屋 重印之功 欲及受以 昭义节度使 李将以为不可 请受 重印 和阳 以和阳节度 使孟元阳阵 昭义 惠吐突突成 璀奏 以迭 重印 据当昭义 留后 将上言 昭义 五周 据 山东 要害 魏伯 横 幽诸阵 盘节 朝廷是此已致之 行 滋 明入其腹内 成国之宝地 安危所细也 相位从始所拒 使朝廷干时 今姓而得之 成璀赋已与重印 陈文之惊叹 时所痛心 作国家幼职从始 虽为长策 以师大体 今成璀又以文谍 插人为重振流后 为之求精洁 无君之心 熟甚于此 陛下昨日得昭义 人神同庆 威令在立 今日忽已受本君崖将 悟情顿举 既刚大吻 较既厉害 更不弱从始为之 何则 从始虽叙谋 以是朝廷慕伯 众印出于烈孝 以成璀一叠代之 窃恐河南 北诸侯闻之 无不愤怒 时语为伍 且未成 璀又众印始 逐从始而代其位 比人人麾下 各有将孝 能无自微乎 躺留纪 冒昭 既安 职工 韩洪 师道既有张表 臣其情状 并指承随专命之罪 不知陛下 何以处之 若皆不报 则众奴义甚 若为之改除 则朝廷之危 众去以 上赴使书密使 两手签密谋 于将曰 今众印以总君物 是不得已 虚应与节 对曰 从始为帅部 由朝廷 故起其邪心 忠诚逆节 今以众印典兵 疾寿之节 微福之禀 不在朝廷 何以异于从始乎 众印之德和阳 以为望外 知福 其感更为履聚 况众印 所以能执从始 本以仗顺成功 一旦自逆照命 安之同列 不惜其技而动乎 众印军中等一甚多 必不愿众印 独为主帅 以知他阵 乃切众心 何忧其治乱乎 上月 皆如其寝 仁臣 以众印为 和阳节度使 原阳为朝义节度使 不须贵如从始欢州司马 五月 以四 昭义军三千余人夜会 奔魏州 刘继奏拔安平 更深 土拨浅其尘论思 邪热入见 且归入密 正书举之旧 甲子 西寇灵州 六月 甲深 白居 义父上奏 以为 臣彼请罢兵 今知世事 又不如前 不知陛下父何所待 事实 尚没有军国大事 必与诸学士谋之 常于悦不见学士 礼将等上言 臣等宝石不言 其字为记则得已 如陛下和 陛下寻访礼道 开纳之言 识天下之信 其臣等之信 上据令明日三殿对来 白居义长音论事 言陛下错 上色装而罢 密照成旨礼将 为 白居义小臣不逊 须令出院 将曰 陛下容纳之言 故群臣感结成无影 居义言虽少思 至在 那中 陛下今日最知 臣恐天下各司前口 非所以广聪明 朝圣得也 上月 待居易如初 上常欲进列院中 至蓬来迟夕 为左右约 礼将必见 不如且指 秋 西月 庚子 王承宗前使自 陈维如从始所离见 起书共赴 请官吏 许其自新 礼师道等数上表 请雪承宗 朝廷义以施久无功 丁卫 至习雪承宗 以为承德君节度使 赴以德 第二周宇之 西坝诸道行营将士 共赐步驳二十八万端匹 加刘继中书令 刘继之讨王承宗也 以长 子滚为副大使 掌幽州流物 寄君营州 四子总为营州刺史 既属行营都知兵马史 使屯饶阳 既有吉 总与判官张 红木官成国宝谋 诈使人从长安来 曰 朝廷义以相公斗流无功 以除副大使为节度使 以明日 又使人来告曰 副大使经节已至太原 又使人走而呼曰 经节已过代州 举君精害 既愤怒不知所为 杀大将宿于滚后者数十人 追滚一行营 以张兄高代之流物 既自昭至日 则不实 何所隐 总因制毒而尽之 以卯 既轰 滚行至卓州 总角以负命杖杀之 遂领君物 领南间君许遂阵 以非于毁节度 使阳于陵于上 上命照于陵海 除戎官 裴继约 于陵性连职 陛下以遂阵故处翻尘 不可 丁四 以于临为吏部侍郎 遂阵寻自抵罪 八月 以害 尚于宰相与吉神仙 问 国有之乎 礼藩对曰 秦始皇 汉武帝学仙之孝 聚在前使 太宗服天竹僧常年要至极 死古今之明界也 陛下春秋鼎盛 方立至太平 以拒绝方式之说 苟道圣得冲 仁安国礼 和 幽无遥 顺之受呼 九月 己害 土突成垂自行迎还 心害 父为左卫上将军 冲左君中卫 裴继约 成垂首畅用兵 提避天下 足无成功 陛下纵以救恩不加显露 启得全部贬处以谢天下乎 己是中断平重 吕原音言成垂可斩 礼将奏称 陛下不择成垂 他日父有拜君之将 何以处之 若或诸之 则同罪亦罚 彼必不服 若或是之 则谁不保身而顽扣乎 愿陛下歌不忍之恩 行不义之典 使将帅有所成劝 见二日 上罢成垂中卫 将 为君弃使 中外相贺 陪记得封集 上慎兮之 忠使后问旁武于道 秉吟 以太常清权德语为礼部上书 同平张氏 义武节度使张帽钊请除待人 欲举足入朝 河北朱镇护遣人说指之 帽钊不从 凡似上表 尚乃许之 以左数子任敌检为义武行军司马 帽钊惜以义 定二州部书馆要受敌检 遣其妻子先行 约 吴不遇子孙染于乌俗 冒昭即去 东 十月 雾淫 于侯杨伯玉作乱 求敌检 心以 义武将士共杀伯玉 兵马使张左援又作 乱 求敌检 敌检起归朝 继而将士复杀左援 奉敌检主君物 十亿定府库庆节 驴岩一空 敌检无以靠世 乃设立范与士族共识之 身居己门下经月 将士赶之 共请敌检还请 然后得安其位 上命以灵眷十万匹次 议定将士 仁臣 以敌检为义武节度使 甲武 以张茂昭为和中 死 习 敬 将节度使 从行将校皆败官 右金吾大将军一胜 以前三万民路右军中 为第五从职 求和中节度使 从指孔誓谢 奏之 十一月 庚子 免慎为右卫将军 作 死者三人 书 甚至安周入朝 留其子右主流氏 朝廷应以为安周刺史 未能去也 惠右母族于长安 右立于兵权 不时发丧 厄越观察史 西市 梅浅辽 属已是过其境 又出营 应告已凶问 先被拦于 即日浅之 甲晨 惠王勋轰 更须 以前和中节度使 王厄为和东节度使 上左右受厄后路 多称于之 上命厄兼平章事 李帆固执以为不可 全得于约 宰相非续尽之官 唐兴以来 方振非大中大勋 则跋护者 朝廷或不得已而加之 今厄 既无忠勋 朝廷又非不得已 何为据以此名甲之 上乃指 厄有利才 功于玩具 范兮朝以和东全军出屯河北 好散甚重 厄到镇之初 兵部满三万人 马不过六百匹 岁于 兵至五万人 马有五千匹 器械精力 仓库充实 又尽家财三十万民 尚富裕家厄平章事 李将建约 厄在太原 虽颇住绩效 金音县家财而命之 若后是何 尚乃指 中书侍郎 同平章事 陪土字数 以及词位 更深 霸为兵部尚书 十二月 雾银 张茂昭入朝 请 先左考之古于经兆 人物 以御史中成旅元英为厄月观察史 元英长御夜登城 门以锁 守者不为开 左右约 中成也 对约 夜中难辨真伪 虽中成亦不可 元英乃还 明日 卓为种植 汉林学士 思勋郎中理张面 陈土突 成翠砖横 与己恳切 上座色曰 清言太过 将弃曰 陛下至臣于 父心耳目之地 若臣未必左右 爱身不言 是臣父陛下 言之而陛下厄文 乃陛下父臣也 上目解 曰 轻所言皆仁所不能言 使连文所不闻 真忠臣也 他日尽言 皆应如是 己丑 以将为中书涉人 学士如故 将长从容见上聚才 上曰 今两合数十周 皆国家政令所不及 和 黄树千里 论于左任 这日夜思学祖宗之史 而财力不善 故不得不叙俱耳 不然 镇宫中用度极简薄 多藏和用邪 元和六年新卯 公元八一一年春 正月 贾晨 以张义留后 吴绍阳为节度史 更深 以前淮南节度 使李治府为中书侍郎 同平章是 二月人参 李帆霸为太子瞻是 己 丑 新王造轰 宦官恶礼将在汉林 以为护布侍郎 汉本司 上问将 故事 护布侍郎皆尽现于 清独无尽 何也 对曰 守世之官 后脸于人已是思恩 天下由供妃之 旷户不所长 皆陛下府库之物 北纳有吉 安德陷于 若自左藏书之内藏以为尽奉 是由东库夷之西库 臣不敢种此毕也 上加其职 义众之 以四 上问宰相 为正宽猛和先 全得于对曰 秦以惨客而亡 汉以宽大而兴 太宗观明唐图 进障人被 是故 安 时以来 屡有悖逆之臣 皆选种自亡 由祖宗人正结于人心 人不能忘顾也 然则宽猛之先后可见以 上善其言 下 四月 悟臣 以兵部上书陪土自为太子兵客 李吉辅恶之也 庚武 以刑部侍郎 盐铁转运使鲁坦为户部侍郎 汉渡之 或告四周次使削减为戴北水运使 有一马不已现 世下渡之 使寻官网宴 未反 上持之 使品官刘太新案其事 护坦曰 陛下既使有思宴之 又使品官既往 其大臣不足信于品官呼 臣请先就处免 上召太新还 五月 前行迎凉料始于高摩 董西座赃数千名 世代其死 高摩留春州 西留丰州 行至潭州 并追遣忠使赐死 权德于上言 以为 高摩等罪当死 陛下似诸是朝 谁不俱法 不当以赦而杀之 西 禁之子也 庚子 以金吾大将军 李维简为凤祥节度使 隆州帝与吐蕃街 旧常昭西相似 更入宫超 人不得西 维简以为边疆当紧守备 戌才古以待寇 不当读小力 启示道恩 金不得望入其地 亦是耕牛 助农器 依给农 知不能自聚者 曾肯田数十万亩 鼠岁旅人 公私有余 犯者留极他方 四镇五节度使阿爹光尽兴礼事 六月 丁卯 礼吉辅奏 自汉至随时有三代 社官之多 吾如国家者 天保以后 中原宿兵 建在可寄者八十余万 其余为商骨 僧 道不服田母者 十有五六 市场以三分 劳金苦骨之人 奉七分 带一坐十之辈也 金内外官 以税前给奉者 不下万元 天下千三百余县 或以一县之地而为周 一厢之名而为县者 慎重 请赤有思详定废制 立缘可省 者省之 周县可并者并之 入室之徒可 简者简之 又 国家旧章 一品至奉 观一品月奉 前三十名 直田路米不过千湖 艰难以来 增至史额 后给奉钱 大力中 全臣月奉至九千名 周五大小 四史皆千名 长眼为相 史立献约 李密又量其贤聚 随事增加 十位通缉 里南减薛 然有有名存职费 或额去奉存 贤聚之间 后博顿意 请赤友思想考奉料 砸给 梁定以文 于是命给是中断平重 中书设人为贯之 兵部侍郎许梦荣 护部侍郎李将童 降定 秋 九月 傅平人梁月报复仇 杀请稿 字役献请罪 是 复仇 据李经则亦不同天 征法令 征法令 则杀人 则死 理 法二是 皆亡教之大端 由此一同 故资论辩 以令都省 极亦文奏 执方元外 郎寒寓意 以为 律无其条 非缺文也 代以不许复仇 则伤孝子之心 而观 先王之训 许复仇 则人将以法专杀 无以禁止其端以 故圣人叮咛其意于经 而身眉其文于律 其意将使法力移断于法 而经述之事得引经而易也 一定其制约 凡 父复仇者 事发 据身上书省 即易奏文 着其宜而处之 则经律无师其旨以 勿须 事 梁月障一百 刘寻周 甲银 力不奏准斥 并省内外观计八百八元 诸司留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 前周大水坏成锅 观察时窦群发西洞满以致之 都役太极 于是尘 续二周满反 群讨之 不能定 物武 贬群开周四史 东 十一月 弓箭库使刘西光寿与林大将军孙瑞前二万名 为囚方阵 是绝 四死 是连左卫上将军 之内代省市土突成锤 丙 申 以成锤为淮南监军 上问李将 连出成锤何如 对曰 外人不义陛下巨能如是 上曰 死加努尔 向以其驱使之久 故贾以恩斯 若有违犯 朕去之轻如一毛尔 十六宅诸王既不出阁 其女驾不以时 选上者皆由宦官 率以后路自达 李吉辅上言 自古上主必则其人 独尽是不仁 十二月 人参 赵丰恩王等六女为宪主 为中书 门下 宗正 立不选门帝人才称可者嫁之 吉丑 以护部侍郎李将为中书侍郎 同平章是 李吉辅为相 多修旧愿 上坡之之 故着将为相 吉辅善逢迎上意 而将耿直 术争论于上前 上多指将而从其言 游诗二人有戏 润月 新卯朔 前周奏 陈 旭贼帅张伯敬寇 波周 费周 是太子通事摄人李摄之上 于土突成 承翠恩故未衰 乃投鬼上书 称承翠有功 西光无罪 承翠九尾心腹 不宜俱弃 知鬼使 见义大夫 孔鬼歌 见其覆章 劫则不受 涉乃行路 一光顺门通知 鬼歌闻之 上书及言涉 兼险七天 请加险路 雾身 免涉 侠周私仓 摄 博之兄 鬼歌 朝父之子也 辛亥 慧召太子宁轰 嗜岁 天下大人 米豆有 执二前者 元和七年人臣 公元八一二年春 正月 新卫 以经照引元一方为夫房观察史 书 一方魅士 吐突突成垂 李吉辅玉自托于成垂 卓一方为经照引 李将恶一方为人 故出之 一方入谢 阴言李将思其同年许记同 除经照少引 书臣夫方 专作微服 欺望聪明 上曰 震安李将不知事 明日 将问之 一方黄溃而出 明日 上以节将曰 人于同年固有情乎 对曰 同年 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地 或登科人后相识 情于何有 且陛下不已成于 被谓宰相 宰相执在量才受任 若其人果才 虽在兄弟子执之中 犹将用之 旷同年乎 必贤而弃财 是乃便身 非训功也 上曰 善 震之清 必不耳 遂去一方之官 震武合意 回东寿 祥城 三月 丙须 上玉言音殿 李吉辅言 天下以太平 陛下以为乐 李将曰 汉文帝十兵目无刃 家几人足 甲义游以为错火积心之下 不可未安 金法令所不能智者 河南 北武十渝州 犬荣兴山 近街经 龙 风火履经 家之水汉石座 苍柄空虚 死正陛下 萧一干石之石 岂得未知太平 据为乐哉 上新人曰 清言正和正义 退 魏左右曰 吉辅专为月妹 如李将 真宰相也 上常问宰相 真元忠正是下礼 何乃至此 李吉辅对曰 德宗自认圣志 不信宰相而信他人 事使奸臣得成奸弄微服 正是不礼 指此故也 上曰 仍此意味 必皆得宗之过 朕又在德宗左右 见是有德师 当时宰相 意味有再三执奏者 皆怀路透安 今日起的专规 就于德宗邪 清被宜用此为戒 是有非是 当历臣不已 勿为朕浅怒而拒之也 李吉辅常言 人臣不当强健 使君悦臣安 不亦美乎 李将曰 人臣当犯言苦口 指臣得失 若献君于恶 岂得为忠 上曰 将言是也 吉辅至忠书 或不是事 常须而已 李将或久不见 上哲节之曰 岂震不能容受邪 将无事可见也 李吉辅又常言 于上曰 赏罚 人主之二禀 不可偏废 陛下建座以来 会则身矣 而微行未震 中外谢舵 愿加言以震之 上顾李将曰 何如 对曰 王者之正 上得不上行 岂可舍成 康 闻 谨而笑其始皇父子呼 上曰 然 后寻于 于游夜入对 亦劝上俊行 又数日 上位宰相曰 于游夜大事兼臣 劝朕俊行 清知其亦呼 皆对曰 不知也 上曰 此欲使朕 诗人心耳 己辅失色 退而一手不言笑静日 下四月 秉晨 以 库布郎中 汉林学士崔群为中书社人 学士如故 上家群党职 命学士自今奏事 必取崔群连署 然后尽知 群曰 汉林举动皆为故事 必如是 后来万一有阿妹之人为之常 则下位直言无从而尽已 故不奉赵 张三上 尚乃从之 五月 更深 尚未宰相曰 清贝旅言怀 这去遂水汗 尽有欲使自比还 言不至为灾 事竟如何 礼将对曰 陈暗淮南 这西 这东奏壮 皆云水汗 人多流亡 求设法招抚 其义四孔朝廷罪之者 其肯 无灾而妄言有灾也 死盖玉时玉为坚于 以悦上亦耳 愿得其主名 暗制其法 上约 清言是也 国以人为本 文有灾当即就知 其可尚负一支邪 正是者不思 师言而 命宿捐其租赴 上常于宰相论之道 于炎英殿 日干 属肾 汗透玉符 宰相孔上体卷 求退 上流之约 朕入尽中 所与处者独工人 宦官尔 故乐与清等且共谈为礼之药 书不知眷也 六月 鬼以 司徒 彭平章是杜又以太保之事 秋 七月 以害 历岁王又为太 子 庚明衡 衡 郭贵妃之子也 朱姬子李王宽 长于衡 上将力衡 命催群为宽草让表 群曰 凡推己之游以与人为之让 遂亡 嫡子也 宽和让焉 上乃止 八月 勿虚 魏伯节度使田济安轰 书 济安取明周次使缘异女 生子怀见 魏节度赴使 也安内兵马使田兴 亭戒之子也 有永利 颇读书 性功训 济安淫虐 兴术规贱 君忠赖之 济安以为收重心 朱为临清镇江 欲杀之 新阳为封闭 酒酌满身 乃得免 济安并封 杀戮武 杜 君政废乱 夫人元氏赵朱将力怀见为副大使 知君物 十年十一 千济安于别寝 越于而轰 赵田兴为不设兜之兵马使 兴亥 以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正华节度使 欲为控制魏伯 尚于宰相义魏博士 李吉福请兴兵讨之 李将以为魏伯不必用兵 当自归朝廷 吉福圣臣不可不用兵之状 尚曰 朕义以为然 将曰 臣妾官两何藩阵之跋扈者 皆分兵以利诸将 不使专在义人 恐其权任太重 成见而某己故也 朱将势均力敌 莫能相置 欲广相连结 则众心不同 其谋必谢 欲读起为变 则兵少力威 势必不成 加以构赏计重 行朱又俊 是以朱将互相顾忌 莫敢先发 拔护者是此以为长策 然臣妾思之 若常得严明主帅 能致朱将之死命 者已临之 则粗能自顾矣 今怀见乳秀子 不能自听断 君辅大权必有所归 朱将厚薄不均 愿怒必起 不相服从 则向日分兵之策 士族为今日霍乱之皆也 田氏不为图寺 则息为福求矣 何凡天兵灾 彼自裂将其待主帅 林道所恶 莫甚于此 彼 不以朝廷之缘以自存 则立为林道所积分以 故臣以为不必用兵 可作待魏伯之自归也 但愿陛下按兵养威 言斥诸道选恋是 马以虚后斥 使贼忠之之 不过数月 必有自孝于君忠者以 至时 为在朝廷应之闽宿 忠其机会 不爱绝路以赏其人 使两何藩阵闻之 恐其麾下孝之以取朝廷之赏 必皆恐惧 真为功顺以 此所谓不战而屈人兵者也 上约 善 他日 吉辅赋予言应圣臣用兵之力 且言除粮金箔皆已有备 上顾问将 将对约 兵不可 轻动 前年讨恒舟 四面发兵二十万 又发两神策兵自经师赴之 天下骚动 所费七百余万民 气无成功 为天下孝 金疮仪为父 人皆淡战 若又以赤命屈之 臣恐非直无功 或生他便 况未博不必用兵 事事明白 愿陛下勿疑 上奋申府暗约 朕不用兵决矣 将约 陛下虽有誓言 恐退朝之后 父有迎或圣听者 上正色力声约 朕智已决 谁能获也 将乃拜贺约 此设计之福也 继而田怀见又弱 君正皆决于家同奖世责 数以爱增一亿诸将 众皆愤怒 招命久未至 君忠不安 田兴陈入府 氏族数千人大造 还心而拜 请为留后 心经仆于帝 众不散 久知 心度不免 乃未众约 如肯听无言乎 接约 为命 新约 勿犯赴大使 守朝廷法令 申板吉 请官吏 然后可 接约 诺 新乃沙讲世责等十余人 千怀见于外 上一章 有 有 有 谢谢大家